Hello 大家好 我是Ralphie 黃偉豪 港股來說 接下來的星期都會繼續反覆為主 畢竟經歷了5月10日的低位1.178 上至近期的高位2142 其實差不多升了3000點 所以我當你這3000點升浪來計算 其實回到一半 大概是2007邊這些位附近 所以短期來說這些位明顯失手 意味著港股又再走回到比較反覆格局為主 以及經歷了這星期美聯儲的一個意識的加息 從加價的幅度75點之後 看到環球的資金明顯是一些流出的現象 特別你見到美股 也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波動和下跌 雖然以近月來說 港股與美股的關聯係數 其實就沒有A股那麼高 但當美股有個下跌的時候 其實港股都比較難獨善其身 所以我相信對於港股都有一個可能反覆的機會存在 唯一要望就是看著A股 究竟可否繼續走強 但始終的上證都是由低位的彈到3300樓上 短期過去這個月升幅都是不少 所以可能都會佈入一個整個格局 但只不過後市來說 它比較多一些政策來衝勁 所以我想暫時港股來說 如果2007這些位明顯打穿的話 可能短線支支位落大概兩萬邊附近 所以我想過去這個月如果大家是留了貨 博了反冷的朋友 開始不妨考慮叫港股榜或寫食物才會好些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e 中進昌 又是下週展望的時間 上個星期就跟大家說了 要留意兩個消息 一就是螞蟻集團的上市消息 另外一個就是美國公佈的CPI 究竟是好過還是差過預期 大家都看到螞蟻上市還沒有消息 不過美國CPI就高過預期 這是壞消息 令到港股 星期一就列口低開 跌穿10天線 接著還跌穿20天線 不過有個位置 就是20,078點的支持 整體在整個星期都是受得住 而且每次碰到都是一個不錯的反彈 雖然美國 星期四凌晨宣佈會加息 0.75% 相對地來說 其實比起上個月的預期 是再收水收得快了 但值得留意的是什麼呢 例如我們看美國10年期的債息 其實由高位碰過3.5%之後 已經明顯回落了 可以說是存穩了 那美股呢 其實如果我們看S&P 雖然是經過一輪急跌 但是如果我們看期貨來說 星期五似乎都是會高開 即是都是穩定回落 所以預計相關的不利消息 已經消化了很多 再加上如果我們看港股來說 其實應該會受惠到 即是現在仍然會有 這個所謂的七一回歸行程 所以有望下星期上升到21,200點 即是之前的支持位 再上望的阻力可能是前高 22,500點附近 應該都要一個比較大的好消息 才可以上一波島 值得留意的板塊 即是港股來說 其實有京東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京東首先技術上來說 它現在已經上升到之前的一個比較明顯的頂線阻力位 就是262元 為什麼說值得留意呢 因為看到管理層公開表示 探討進軍外賣領域的可能性 我個人認為京東物流 其實絕對是有這樣的管理能力 或者它自己的物流也有很好的一個運力 可以支持到 相關的經驗絕對有 加上京東集團本身的品牌 用戶的基礎 可以在美團和惡尿摩手上 拿到一定的份額 而且這個消息是值得令人憧憬 憧憬些什麼 就是進一步放寬之前收緊的平台經濟監管 讓他們可以涉足一些不同的行業 這個正面的信號消息 我自己覺得 可能對於美團來說就差一點 因為有人跟他爭這個市場 但是對於其他的一些互聯網股份 可能都是一個進一步刺激和正面的信號 會反映在下個星期的市況 大家好,我是Kingston 蓮敬銓 和大家互顧一下 剛剛過去的星期的港股走勢 港股星期一回來之後 是開始有個調整的 接下來那幾天來看的話 都基本上是在低位度是整固的 例如大概是兩萬一千點這些水平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上個星期都跟大家說過 最主要留意美國公佈的CPI的數字 上個星期五公佈的CPI的數字 去到8.6% 而令到美國股市出現了很明顯的震盪 即使聯儲國家原息0.75厘之後 市場都還是比較擔心 是未來的經濟的環境 會不會真的如市場的預期 是出現一個衰退的 即是明年第一、二季的市價 所以美國股市來看的話 又再下回去前年年中、年底市的低位 由於美股都要這樣 再創差不多兩年的低位之下 港股曾經是在星期三和星期五都落到低位 亦都曾經跌穿了二十和五十天線的支持 幸好地由低位度亦都開始有多少反彈 那麼收市的時間 星期五是收二萬一千零七十五點 是升了二百二十九點 但是整個星期來計算的話 都還要跌回七八三十一點 但是亦都可以這樣說 所以香港二十天線和五十天線 連續兩天都可以失而復得 即是說這個位置有一個不錯的支持 就看著二十天線的位置大概二萬一千零七十二點 而五十天的位置是二萬零八百八十七點 那麼後市來看的話 如果都還可以收到五十天線的話 在半年結之前的話 那麼整體股市都還有一個機會 是表現是理想一些的 那麼理想一些的話 意思就是說 有一個機會再重上 例如十天線 二萬一千四百點 甚至乎 坐視一百天線的二萬一千八百八十三點 即是加近二萬一千九百點的機會 都還存在的 那麼 星期一的美國 美國就會是優勢 那麼看著 下個星期回來 星期二 就美國股市來看的話 會不會是做得會比較是有些反彈 那麼看看有沒有機會推動到港股呢 是來近個星期是表現是比較好一點的 那麼星期五的成交來看的話 是去到一千八百六十三億的 那麼在競價時段是多了四百億的 這個原因是因為虎視指數那方面 多數虎視指數就有個換馬的現象 那麼所以就成交又多了 那麼近期的成交維持大概一千五百億的話 也都是顯示到 北水還流入香港這邊的股市 那麼所以對於是七月之前的港股呢 都會是比較樂觀一點的 那麼股份推介那方面來看的話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熱音科技 3800的 那麼股份來計的話 就過去一個星期 曾經有 有些回吐 但是去到十天線的位置之後的話 也都可以站穩的 大概三個三左右這些位置 那麼星期五是做得有上升的反彈的 那麼來近的時間來看的話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進一步 是有向上突破的 如果穿了大概三個五這些位置的話 可以嘗試到 就大概上年十一月份的 各位三個七左右這些水平 那麼大家知道呢 就美國那邊就是 未來那兩年就是 不收東南亞四個國家的 出入口的關稅的 那麼這四個國家來看的話 其實都是 都是和中國的公司有一定的聯繫在這裡 那麼也都可顯示到 美國就對於太陽能的發展的話 都是比較是有恩切的需求的 那麼所以對於生產多精龜 還有龜片的 血陰科技的話 會是有幫助的 那麼所以大家可以繼續留意這隻股份的 我自己本身是沒有持有這隻股份的 接下來這個禮拜就要留意一下 就是當然是美國那邊在加息之後 兩個很重要的因素 第一個美元是不是會再轉強呢 那麼而另外就美國一些的債息 尤其是兩年期和十年期債息 是不是再升穿上去 那麼見到星期五就好像沒有這件事的 那麼所以港股都還可以走好一點 那麼如果你說這個情況是沒有變 市場上面都要消化上個禮拜聯署那些消息的話 我覺得這個限制在近幾天一個幾神期位置 就是兩萬零七百點左右 又真的彈到 這個就很關鍵了 那麼看著這個位置下面 那麼上面方面就要留意一下 就是星期四當時後 那個高位大約十天線跌穿了 是轉弱了 那麼就兩萬千四百點左右位置 那麼這個位置都很關鍵的 因為大約都是七八點左右 但是你看到這個限制 就是會在這個禮拜都是這個七八點裡面的增持 那麼所以有沒有突破呢 就看A股看看幫不幫到港股 那麼而這個禮拜可以留意什麼板塊呢 那麼暫時來說都比較穩定一些 好像是一些的汽車類股 傳統相關那些 那麼可能大家是等我六月圓 那麼七月初會不會有些購置稅 幫助到他們的銷程 那麼可能市場都會比較觀望一些 那麼所以留意的話留意一些汽車股 大家好我是Alan李澤明 今個禮拜呢 港股和A股呢 可以說是威熱著全球 那麼在全球大塌市 尤其是美股在五眼裡面 連續大跌了三眼的環境裡面 那麼港股呢 仍然可以保持呢 就應該是 都算是有少少的升幅 那麼這個都真是相當之厲害的了 那麼原因呢 我相信就有兩方面 那麼第一方面 大家都知道為什麼美國今個禮拜就這麼坎坷 因為自從上個禮拜五個CPI 創了四十年來新高之後 那麼大家將個加息預期 在短短幾天裡面 就由這個六月七月 每次加零點五里 那麼變為就每次加零點五里 那麼結果turn out 就是今個禮拜四凌晨 那麼的跨真的加了零點五里 那麼所以美股也好 或者是歐洲股市也好 那麼那邊的反應這麼激烈 大家都可以想像的 因為就除了美國加零點五里之外 那麼緊隨著的英零銀行 也都是加了零點五里的 那麼歐洲央行也都會提到 就會有更加激進的一個利率政策 從而壓抑現在這麼嚴重的通脹 那麼現在呢 我相信到歐美股市去到一個困局 那麼一來就是通脹高舉不下 那麼現在唯一可以做 那麼雖然就通脹不可以賴放水 或者不可以賴QE 但是就的確可以做的 就只有加息的 因為我的局勢你要短期裡面改善 或者要平息 那邊的戰爭 那麼那些糧食 能源全部供應回復 回到戰前的水平 是困難的 所以大家唯一可以做的 就只有不停加息 期望就是加息 可以導致通脹可以壓下來 那麼同一時間就是盡量避免 就是對於經濟的損害 但是這件事就很難去完全避免的 因為你有一個這麼高的通脹下 那麼兼且利率的成本 逐步提升的環境下 那麼我想未來一段時間 經濟成長是怎樣都會受到影響的 那麼最壞最壞的情況就是 就是由這個通脹會急劇 演變為一個通縮的情況 因為通縮就很簡單 就是你現在的環境 因為加息交道 如果經濟成長出現問題 那些企業無法營運 然後失業率上升 同一時間就是大部分的開支 都去了一些必需品 就是衣食住行能源 糧食那裡的時候 變成你無法去購買其他產品 這個是一個惡性循環來的 所以大家也是很擔心就是未來一段時間 由個通脹急劇會轉換一個通縮的環境 那這個真是大家現在在憂慮的風險 但是反觀中港股市 為什麼今個禮拜這麼帥氣 就是兩個原因 因為有別於就是歐美 逐漸收緊的流動性 而我們看到內地 尤其是人民銀行 對於利率政策仍然相對寬鬆 內地的實際利率其實是持續地走低的 那所以就也都大家衝勁 那未來一段時間 可能會有降息或降準的一些的措施產生 另一方面就是在這個星期公佈的一些重要經濟數據 包括是工業增加值 和這個零售總額 都是比預期為好的 那所以我們看到就 就是這邊的中國股市 比歐美股市是尼得尤其是強 但是這個強勢是不是可以持續呢 我始終有一個憂慮的 因為見到其實所謂的兩個的理由 其實都不是真的很見實的 因為現在歐美的央行的利率政策 這麼積極的底下 那中國和外面的息率的差距 其實是逐漸擴大的 即美息就已經是高過內地的息率了 所以其實本身如果是繼續寬鬆下去的話 其實資本外流的壓力是會增加的 所以其實內地人民銀行的利率政策 未必是真的這麼有彈性 其次就是關於五月份的經濟數據 即五月份的經濟數據好過預期的主要原因 很明顯是因為大家對於五月份是缺乏期望 本身的期望值低 所以稍微好一點 大家就覺得很樂觀 原來比五月好 但是自從五月份的經濟數據比預期好之後 大家對於六月份的經濟數據的期望值 已經提到相當高 如果到時是交不到數據的話 我相信市場的反應相對來說是比較劇烈的 這個大家就真的需要注意留意 因為就不一定要等到七月份才有六月份的數據 因為六月中之後 我相信下個禮拜開始 陸陸陸陸陸陸陸會有些高頻的數據 會透露出來告訴大家 六月頭兩個禮拜的經濟環境 實際的情況究竟是怎樣 這個我相信大家需要警惕 其次就是我觀察到港股 有一個我相信不是太好的現象 就是在這個禮拜裏面 有很多的股份是炒得相當之瘋狂的 例如就是教育相關的板塊 但教育相關的板塊真的炒得起 其實都已經很難繼續做教育 因為都是同時K12 或者課外輔導或者培訓 那些至於為何炒得起 可能是其他原因 就是轉應是否做電商、直播、帶貨 然後就是可能用一兩天的數據 所以就覺得全年都可以賺這麼多 或者是用一兩天的增長 就計劃它可以不停增長下去 然後比出可能是一個天價的 一個Tiger Price 天價的目標價 然後也有很多人 就是因為聽了這些言論 或者看到這些初期的趨勢 全部涌下去 這個很多時候就會在一個牛市的末段 或者是一個反彈時末段裡面就出現 大家對於基本因素已經完全不在意 只要有少少概念 有少少趨勢 就立即落場去跟 所以下個星期可能回來 即是星期初 開市的時候 有機會仍然會延續今個星期的聲勢 但這個聲勢是否可以持續下去呢 我是比較擔心和比較懷疑 所以如果是大市 這個反彈浪反彈到接近之前的阻力規劃 即是五十天性的位置 大概兩萬一千九度 其實我都建議是可以先行獲利的 然後等它再回回來的時候 暫時可能以一個區間波動的一個操作方式 逢低買少少 逢高的時候 可能就會少部分的獲利 帶駐馬落場 我認為暫時都未是一個適當的時間 Hello 大家好 又一個星期了 記得上個星期都跟大家說過 港股其實都不會跟美股走 因為中美的關係 或者港美的關係 港股和美股的關係 已經不再是以前了 以前就是說 美股升跌 港股跟足 去到第二個階段 就是去年2021年的時候 跟跌不跟升 即是美股升 港股不跟 但美股跌 港股跟足 跟跌不跟升 最慘 怎麼看到 2021年 美股不斷創新高 但港股反覆向下沉底 每次美股大跌 或者有調整 港股跟著跌 但美股不斷升 創新高的時候 港股不跟 最慘 去到現在 2022年 第三個階段 就是分道揚標 各有各走 最好的例子 就是剛剛最新的那個 隔晚 即星期五的時候 美股大跌超過700點 但港股不跟 現在港股 都是跟著自己的技術走勢 現在看到恒指 之前一直碰著 保力加通道上線 上星期都說過 但接著就碰不到 開始碰不到 就轉頭要回落 現在就站著 20天線 即是保力加通道中軸 有機會可能 都要再向下試一試 保力加通道下線 在2萬點 而我們看看牛熊分佈 現在重貨區 相對期指大 903張度 就會在2萬0600點 這個水平 所以有機會 港股可能都要再偏遠一點 但無論怎樣也好 其實港股 美股就因為這個加息 再加縮表 接下來都是反覆向下沉底 都沒得想的 美股就沒得想的 港股就會比較波動一點 就會反覆一個上落的格局 就沒有什麼升幅 沒有什麼跌幅 仍然維持著 大概在2萬1千點 這些水平 雖然會受到美國的縮表 加息的影響 但同樣 中央那邊又有舊市儲先 譬如之前 李克強 50項的舊經濟政策 另外 618 京東的減價 促銷 亦都有機會 震一震輕經濟 等等這些因素 國內那邊都會幫到 所以令到港股 形成一個上落市的格局 而美股就繼續向下沉底 我想整個2022年的方向 都是這樣的 大家好 看回這個星期港股的走勢 其實都算是驚濤蟻浪 最主要是 本身面對美國方面 重手加息 但這個 亦符合市場預期 最初對無論是美股或港股 原稅局加0.75%的反應 大家都是比較理得正面 到後期 變了其他很多國家 包括 可能有些是 涉及寬鬆貨幣政策 例如瑞士 甚至乎市傳 可能日本 央行都有機會加入 加息陣營 都立即有幾個市場 都叫做 加入息 新興市場 所以令到 始終在風險維納方面 或資產調配方面 都對股市 沽售的情況 要反映出來 所以 美股繼續有大波震盪 但港股來說 近期的表現 充分發揮了 自己的自身收穫能力 面對不利消息 或外圍方面的拖累 加上A股也算是 做得比較硬仗 所以 都能夠首穩在 2萬7百點的水平 行資來說 從5月 曾經試過的 1萬9千1 指數水平 低位 但到早前6月份 高位 2萬1千 2萬2 1千9 2萬2的水平 升了差不多2千9百多點 如果你看回 高位活落 整體升幅 調整的黃金比率 差不多到0.5個 重要支持 在這個星期 暫時都能夠 靈活不失 發揮了支持效用 但後向來說 最主要是 已經是經雲虎定 或是有機會 反通後再跌 我自己看 可能都要休息 但如果你看回 以往港股 市底弱 而內地股市 亦沒有特別 正面的情況下 我想已經 到2萬8 留下了 但根據來說 的確看到 低位資金 再買回房子 主題上已經有少許切換了 待會不再說 但如果 重磅的股份 也有正面支持的情況 而沒有再下跌 這個星期的低位 差不多 206、207的水平 我都覺得 其實 拉居下 也未必為事 畢竟來說 我相信 很多基日投資者來說 犯不著 除非外圍市況 好驚途蟹落 如果不是 現在差不多接近半年多的情況 指導側低 相對市況 尤其對港股 已經估值這麼便宜 其實是未必作數的 但好了 由持貨的取態來說 反而看到 這星期 這星期 這兩星期 都可以遲入主題 新經濟股份 和科技指數 一直都比較硬 一直比恒指早上 甚至乎 其穩在100天線 動流指標都比恒指強 反而 反而 我們之旺 一直說 防守性 比較大的 或者感覺 主題 政策支持 比較強 包括 部分的經驗股 包括領展 大家都會覺得 是業務防守性不錯的 股份公佈 之前的業績 都比較上 算是理想 但是 現在市場開始計算 因為息預期 都會走得急 和快 究竟真的持有高息股 還是持有本身的項目 甚至與債息做比較 哪一種會比較划算 似乎有部分股份 比下去 或者之前 都是說 累積金額比較多 所以 反而 基建股 或者 以往 大家覺得 所謂高息股 都要衡量 推高 息口因素 或者配合 反而 如果看回 傳統股份 國際性銀行股 如果市場率比較低 例如渣打 甚至乎 組織 反而受到管理層 人士的問題 牽動回下來的招行 這些 反而 防守性 反而發揮效應 比較強 一來真的有息口 二來 尤其像 渣打 或者匯控 雖然 現在可能股價 仍然是整背之中 但起碼 這就是 跟歐美市場 如果 息口 有機會 在未來日子 包括7月 或者9月 還有機會 處於一個比較 想要配合 打擊通脹 在升級週期的情況下 他們拉褲息差 應該都會有弱數 例如駕駛市場率 仍然是偏低 反而 股價回下來 這些位置上回車 仍然會輸入一點 但至於這次 和大家分享的推介 人樓盤 只有一隻 大家帶路一點 是給大家方向性的參考 但值得留意 這星期的股份點評 就是看看 長飛鋼鐵 6869 本身來說 第一支 原本是做一些 跟光纖、光纜相關的事 比較多 也會受惠 內地方面 要積極建設 做一個所謂新機建的項目 也會加快 5G 數據中心 以及互聯網 新基礎的建設投資 配合內地 正在行動 東數西算的工程啟動 對光纖的需求 亦有增加 股價也不像某些股份 基本上早前 一路破位、左破位 距離現在推動 之前高位 還有一定的空間 可以看到 標價是13元 如果跌穿11個二指舍 亦都申請我 本身沒有時間 一股份 大家記得按讚 留言 訂閱 按鈴鐺 還有分享給朋友 多謝 部分 2 1 2 2 3 4 5 3 4 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